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这个事情啊 其实真的有点红与黑了 真的有点红与黑了 因为说起来不是个特别愉快的事 就是你知道林森浩 对 我知道 林森浩的案子 最近那个死刑已经执行了 已经执行了 我倒想知道你这个台湾背景的人会怎么看这个事 台湾现在有死刑吗 台湾有啊 现在有啊 有 只是执行的少 因为这个毕竟反死刑的这个组织还是还是蛮蛮活跃的 所以呢 一直希望能够废 但是至今台湾还是没有废掉此行 但是对这个事 你的观感是什么 其实台湾很久以前有类似的事情 他不是 他是情杀 很久前是亲大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他怀疑那个什么 他就是他觉得他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偷吃了 然后呢 他是个博士生 亲大女博士生 他一样用这个在实验室里面 用了一种剧烈的方式 然后让那个对方死掉了 就是情杀一个女孩子 好像两个都杀死了吧 这在那时候也是红豆 因为大家就觉得高学历的一个 孩子怎么会用这种自己所学的知识 然后变成反而加害别人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台湾也是有两个医生 这是男生 医学院的学生 然后也是为了女孩子争风吃醋 然后呢 那个男生就把另外一个医学生约到家里面来 说是谈判 喝个酒聊聊天 把这件事情想化解 但最后呢 他是把这个男孩子杀死 因为他把他灌酒 把他杀死之后 还把他搬到那个 也是下毒是吧 对 然后下安眠药好像 然后他就是又喝醉 然后又下安眠药 然后把他弄死 好像勒死他 然后再把他 最后是他为了想要盖 预盖迷章 他把这个尸体拿到他们家的那个瓦斯炉上烧 真是 不知道该怎么虐了 对 他就把他放上去烧 想要制造成为 他的解释是说 想要制造成为他好像开火的时候 因为喝醉不小心把自己烧死 然后这种情况 那当然这个破绽百出 最后就发觉其实是他杀不是自杀 所以就这种 但重点是在台湾引起的话题都是高学历 就是医学生 这个也是医学研究生 这个也是 林森浩复旦的这个医学研究生 你说 就说所以人之将死 六篇论文 六篇论文 他就是这个药啊 他最后下去的这个东西啊 他写六篇论文 是在下毒前下毒后 对 下毒前 就是说他完全了解 对 对 他说这是一个很高深的科学研究了 就是说 但是呢 你说现在这个事 这个主要是这个官司打了两年多 你觉不觉得人心里有一种微妙的感觉 就是如果说完全没问题 这事为什么那么大反应呢 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事情里边 我觉得所有的旁观者 你想我们跟这事没什么厉害关系 无所谓恨不恨谁 对吧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里边有 有有有一个难以言明的东西 就是说啊 比如说是经常是这样 如果关于一个人判不判死刑 这个事情啊 争议了太长时间 这个案子拖了太长时间 比如长达两年半之久 而且一直是一个社会热点的话 最后呢 结果是这个人死了 执行死刑的时候 你注意到没有 所有的观者 心里在觉得他最有应得的同时啊 好像又有一些 难以言明的一种感觉 社会心理上就是这个事情没判 大家都觉得这是在死缓 就是说心理上的一种死缓 但是在这种死缓 一般最后都会变成无期 无期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不会 就是说凡是这个事情拖很久 人们就有一个希望 或者说不说希望 就有一个预感 就觉得最后不会死 结果这个最后这个结尾是这样 而且这个中间还发生过呀 复旦一帮孩子 还联名写信了 一百多个学生联名 说是留下一条命 说死了 两个儿子都死了 有什么好处啊 留下一个 他能够跟这个黄阳的这个父母亲 什么养老送终什么的 但是这个死刑 执行的是不是有一点 又突然了一点 就是在大家觉得 应该要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没有 然后这中间官司 好像似乎有一些些转环 可是在大家就已经没有注意的时候 他死了 然后他爸爸都很错了 他爸爸都没有准备 就是刚才讲说 你赶快看啊 不看后果 他说后果 他说他接受电话 就后果自负 你知道这个里边 哎呀 这是说人命啊 在这个悬丝之间的时候啊 这个感受啊 咱们咱们可能体会不到 你我现在就知道 你可千万别当死刑犯的家属 不是 当然这话不能这么说 就是你能够体会到 为了正留儿子这条命 你到现在他的律师 我看还留下一个 那个那个意思 就是多半就是说 这个司法不是那么样的完善 我们也就不不说了 就这样了 比如说 但是咱们就完全不懂了 比如说 最高法院下达死刑 好像还有一招呢 就是最高检察院可以再提出抗诉 但是最高检察院要提出抗诉呢 最高检察院先得拿到 最高法院的这个死刑复合通知书 而这个死刑复合通知书 好像又得什么五天 才能够到这个地方 哎呦 这个家属就跑两头了 说这我没收到 那也没收 哎执行了 哎呦 我觉得这种东西 千军一发的那种感觉 这个人 你可以看看图片 你可以看看图片 这个 这就是黄阳啊 就是受害者死者 同学啊 你想能够下次读手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林森浩 你再看 林森浩 再看 林森浩 这是最后 他死前接受央视的这个 采访时候的这个林 林森浩 这是他父亲 就是那真是 那真是太难过了 太难过了 这个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那这个黄阳的这个父母亲呢 是吧 徐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你从这个他们披露的这个细节来说 是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 就是说你有意的猛杀了 然后那个男的送进去 并没有马上死掉嘛 他还故意隐瞒了 然后他还跟他父亲同一个房间住 又又都是全部都是隐瞒 就是说 就是没有反悔之意 就是真是一个高科技 而且专门研究 据说这个这个领域研究里面 有一半的成果是他的 他处于先进 真的吗 对 他是一个先进 我第一次知道 就林森浩 写了六篇论 二甲基亚销 后来后来事情败露 也是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人 投信到现在搞不清楚 给他的一个师兄 叫他们提醒 就因为他不知道他得什么病啊 他是知道 他人就在边上啊 他就吃酉啊 但他就假装全部知道 所以这个谋杀过程 绝对不是激情犯罪 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他是不是说 他知道这个药的过程 就是 我希望看到你生病 但是我并没有预测你会死掉 就说他是不是有恶意致死 还是他变成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翻过 但现在已经不算了 但我说他的意思 他当初的抗辩是说 我有希望他不舒服 但是不舒服到死掉 这不是我预期的 你讲的这个恰恰是 这两年半啊 就他的 他这一方 这都让我 甚至让我想起当年 那个辛普森案 你看辛普森案 最后辛普森脱罪 就是他那边律师太强了 甚至我才知道 你讲程序正义啊 程序里永远可以找出来 比如说证据被污染了 你比如说 他的这个律师就是说 提出好多问题 那咱听都听不懂 就比如说 如果他死于二甲基亚硝胺 这种毒 那么好像说 他们也拿到一些医学的意见 就是在他的身体里 或者是在一些液体里 应该有这个代谢物 但到底有没有这个代谢物呢 还有说 公安的这个提供的物证 见证 好像缺一个他们要的质朴图 这就是很专业了 然后就是说 他到底是直接死于这个毒药 还是死于爆发性的一种肝炎 或者是这种药物引发的一种肝炎 就是说他本来身体就有问题 这个是一个引发到他的死亡 还是说他本来正常 直接就是导致他的死亡 这个是他后来的律师 但也有说法 就是他后来这个律师是 非常高水平的 就是成绩很好的 帮人解脱死罪的 就是后来这个律师 这个是记录很好的 所以你注意到最后 他最高法案里边 还说了一条 就是说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罪 就是说 你别说下毒这个环节了 这个人 黄阳抢救了很长时间 在这些时间里 你为什么没去说呢 你要说了 没准就知道中的哪种毒 就救回来了 可是他就是不预期他 他就不希望他被救 我说被救回来 就是他不希望他 suffer一段时间 他希望这个人 在这个药校上 他可能 因为我竟然要害你嘛 我就希望你 但他我意思是说 他希望他延长 他这个痛苦的时间 并不表示他希望他死掉 就是他 这个变化 可能是这一位博士生命 这甚至可以拍电影 绝对的 那这段时间 如果按你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我就是要让他受苦 但是我并不希望他死 但是不小心 他死掉了 他甚至到医院去看望 对 他跟他父亲 还有一个房间 对 这个照我们讲 这个演戏 这个本领也太大了 你做了这个事情 还跟他父亲 因为你是他的室友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 非常残酷 这个真是可以 而且这个人的 这个你就从这些地方看 你知道杨德昌的那个电影 叫他 他最有名的是 那个叫孤领街 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叫什么什么什么 带胆的什么人生 就怎么怎么样 你知道 我给你提供一个细节 你就觉得 这个这个人心中 有一种什么东西 你看啊 他面对死亡 这个林森浩 然后呢 最后律师就跟他讲 他觉得他认 承认他愿意这个偿命 他愿意偿债 但是想到呢 他觉得他也有一点冤枉 因为就是他律师提出的一些依据 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解答 他说这个林森浩 你只为他讲一句很有意思 他说当我想到我也有一点冤枉的时候 我就胸中啊 豪气顿生 你你感觉到没有 就是他们面对死啊 好像就有点 哎 这甚至让我想起这个多年前 那个袁宝景那个案子的时候 有几个兄弟给给判了死刑 有有他们就戴穿着白的 戴着白色的围巾 那好像就有神情当中 这个人好像得带点悲壮感走向刑场 但是这种悲壮感呢 实际上又是 他从小说还是电影 还是哪里 得到的一种很扭曲的这么一种悲壮感 你你能明白我 我讲的他这种心态 他还不像到阿Q那种20年后的 那个这一条好汉的这么肉 他还有点就是智商的那种 比方说他一知道他那个 那个死刑的话 他就说他捐献遗体 你看这个是个很高科技的一个姿态 对不对 所以捐献遗体 德里达 这个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那个理论家 德里达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德里达先去一下广告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德里达 对 最近几十年一百年 西方最重要的几个理论家 附扣一个德里达一个 德里达我听过他演讲 在香港中文大学 真的啊 讲的就是死刑 他专门研究死刑 他就是从一个一个讲起 从什么柏拉图开始 他最尊重的是康德的看法 康德的看法说 死刑是只有给人的 不会给动物的 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 因为人违反了这个 这个死刑啊 你就谋杀别人了 违反了人类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共识 所以你必须受到惩罚 他讲了一个很通俗的比方 就是说 如果人在一个岛上 最后来洪水 这个岛要灭了 那么本来那些危险的动物啊 这个时候人就会不管它了 但是死刑犯 一定会这个时候 还要把他处死 因为他是人类秩序的 一个最基本 而且他认为 这是政教合一 它是宗教的最高境界 跟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 这是康德的看法 也是德雷达相信的看法 就是康德是支持死刑的 支持死刑 他的一套研究啊 很有意思 哲学家大部分支持死刑 包括黑格尔 海德格尔 大部分都是 文学家很多都反对 如果呢 当然我们说甘地也反对 但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 大部分国家 对 有一个废除死刑的运动 变成了 现在世界上 有个死刑地图 这个死刑地图啊 跟GDP城镇比 就是说凡是GDP高的国家 基本上都费死刑 欧洲全部费 那中国高啊 中国不费 中国GDP高啊 GDP是总量高 你说人均啊 人均 还有一件事 我也问过一些律师 就是凡死的律师 那为什么在法律上 你们认为 不可以将一命成一命 但他们意思说 在法律上呢 毕竟现在的法律 我们还是说 它只是一直用物证 我们尽量让他能够 呃 这过程是公平跟缜密 对不对 但是你不可否认 当你有死刑的存在的时候 就会有错杀的可能 你懂吗 就是说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这么该死的 说真的 你现在讨论的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他该死啊 但是 这个在我们不知道的案件当中 有多少人是因为被错杀了 但是 只要你这个东西存在 就会有一条生命 有一天会被错杀 那这个东西 你不可以为了要 就是说这个东西想起来 其实是更可怕的事情 比你杀掉个你认为该死的生命 我问你台湾的这个死刑 如果说要废止死刑 得民心吗 不得民心 所以现在废不掉 对啊 主流民意 对 就是马英九这个自己学法律 他也都出来 曾经从支持到现在 他都跟人讲说 他开始支持废死刑 他也不知道支持 反对 他就是说我少签 领导人签嘛 所以领导人不签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落实 对吧 台湾是一定要马英九签才能 好像是要领导人签 还要那个法务部长要签 才能过 那法务部长签 就等于基本上领导人要知道 然后法务部长才能签下去 他才可以执行 所以这个东西有过程 那最近台湾有一个 就是那个一个少年 他才20岁吧 拿着一个刀在捷运上杀人 就这样一排划过去 在台湾的捷运里面 那这个人就是 大家就看到冷血 因为从抓到他 他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事 那他每到这个时间 他就说应该要 他就说死刑 然后你才会 惩罚这些人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 也是有死刑 台湾的犯罪率 有因此降低吗 这东西永远都没有 一个科学出去做支撑 我觉得这个 它主要还是一个 说理论都可以说 我听到的这个理论多了 比方说 那说起来都很有道理 甚至过去老子都说过 就是说 这个谁负责杀呀 就谁能杀人呢 就天负责杀 你有什么权利去杀人 当然他杀人犯 他是错了 他是错了 你可以把他永远关起来 但是呢 某种好像是 这个宗教 行而上的这个理由是说 我们 你想你为什么对死刑 有时候会有种奇怪的感觉 要叫我说 就是说 哎 他当然要判他死刑 但是呢 你愿意去看吗 你愿意去当场看着他吗 你会感觉很 以前这个是社会治安的重要一环 对 以前凡杀人的时候 你法国你看大革命的时候 哪一次断头台不是下面都还欢呼呢 对 中国的菜市口的这个这个杀人 这是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了 但是呢 这现在在西方一些废止死刑的国家 认为是一种不文明 现在即便是执行死刑的国家 也尽量降低他的残酷程度 这次不就打针吗 打针了 没有多少年前就是还是开枪打死的吗 然后就说 这个事儿毕竟就是说啊 你比如说一个人死于犯罪 他被谋杀 你作为家属就 哎呀是突然听到了消息 但是呢 他这个判这个死刑 它是意味着什么呢 所有人等着 咱们以这个正义 以这个 所有人看着 我们都把这个人从活人 给他弄死 弄到一个 谁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的世界里去 你知道我觉得西方 他有些宗教上的理由 他认为那边是上帝管的 他不是人的权利 你能杀 但是我就为什么 我说这事儿说到根本上就是一个 要是你 你要不要他死 那我觉得我都甚至都要他死 那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你把我亲人杀死了 你难道可以不死吗 我觉得无期徒刑 严格的无期徒刑 不是像现在这种一会儿就缓 一会儿就缓的那种 严格的无期徒刑跟死刑是一样的 我也这么觉得 没有 这个是最高的判决 不自由 只是大家 说实在话 有一些很世俗的考虑 第一是无期徒刑 这个费用很高 有很多国家想 你这样的一些费用 国家这一大批 中国99年以来 就世界上死刑犯最多的国家 就是很多人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成本 这个的确是 你像香港一样 你如果有那么几十个 上百个死刑犯 一直关在那里的话 纳税人相当一部分钱 就你在付 对 其实很多事情 它是个成本的考量 像当年 都有老说 比如说秦兵多么残酷 就坑杀赵族 四十万 对对 是吧 坑杀 为什么说太残酷 活埋四十万 因为这些俘虏啊 吃喝拉撒睡 包括看守 他完全没 包括当年说成吉思汗 就是多么残酷 屠杀这些俘虏 全杀 因为他这个游牧军队啊 他能带着你这么多人 一块走 他吃的谁 所以他又没有 我们后来的本领 叫你起义 对不对 通通转过来 换一个帽子 所以还是共产党牛啊 对 共产党牛啊 要不就最后 这是换一个帽子 没错 共产党攻心为上 我去 江江分地了 还打什么呀 没错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很显然这个林森浩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成了一个哲人 一直在这个读书 而且呢 就是给家里人让他们看书 看《红楼梦》 看什么 你知道 我觉得他 你可以想象 就是说他这种年轻人 他自己反思 他自己很多时候就是冲动不计后果的 他干了一个事情 然后呢 他又觉得就是说 他有一段话 我觉得说的很朴实 他就是说 你有年轻人 就是说自卑的人 你就不要嘲笑他 性格内向的 不爱开玩笑的人 你就不要随便跟他开玩笑 你知道吗 他讲的这么一些东西 就是 这蛮诚恳的一句话 你不觉得 就是发自内心告诉你 就是他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那一个 他那一个恨 那一个moment的恨 他其实是告诉你 你要避免这件事情 所以你怎么可以用死 如果这个一个地方存在于死刑 我觉得他就是鼓励 这个价值观就是鼓励大家 用暴力来对抗暴力 就是我的感觉 这就是废死刑的主要的依据 就是他认为不应该这个 以暴力 暴力对抗暴力 那这是一个鼓励 这是一个鼓励的方向 叫他死 就是杀人长命 我觉得这是一个用暴力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运作 或许还是可以啊 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国家在做 但是他这个循环 永远不会往突破好的可能 就是你不相信人 有第二次的机会 你不觉得有一个人会变好 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相信 你觉得当他办 最早的时候呢 是杀掉一个杀人犯呢 是为了消除一个灾难 因为你假定 你我不杀掉他 他将来逃出来 他还会杀人 但这是很早期 就像曾经思汗那个时候 那才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到了后来 这些都已经变得比较少了 还有另外 后来都是为了活着的人 为了更多的人 维持他们的一个道义信念 就是说 所以这是一个价值 然后我前那次看到一个新闻 是说有一个18岁差不多的一个高中学 然后他因为老师觉得他的成绩有问题 就把他跟他妈妈找来学校谈话 结果呢他都还没谈 妈妈带着小孩进班导办公室 他就小孩子拿出水果刀 当着他妈妈面吧 那一件事 那他的可怕不在于他当场 当着他妈面杀人 而是事后人家问他说 你为什么杀老师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阻碍我看小说 他就是看那种玄幻小说 玄幻网上那种玄幻小说 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很对不起老师 或对不起老师的家长吗 他就说 我又不认识他们 我干嘛要对不起他们 所以这些反应 才是我觉得比较 对了 比较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倒不是那个moment 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一回事 但是他的反应 对 我现在真的觉得 有些孩子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 这个罩子可以是电子游戏 可以是玄幻小说 或者像林森浩这样 可以是一个他自以为是的世界 而且呢 他胸中啊 你比如说我觉得 林森浩这种胸中啊 有很多这个心情激荡 波涛汹涌 暴力之气 就是甚至他追求一种豪气 追求一种这个这个这个情意 对吧 但是呢 你又觉得完全跟这个世界不相通 他把这些行为 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年看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觉得 他看过 他就是受这个电影很大的影响 当年就是说 那意思就彪悍的人生 什么不需要解释 我觉得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你知道吗 但是你又觉得 这玩意完全是个 跟别人没法沟通的这么一个人 你刚才讲那句话 吓到我了 就是那些人 我又不认识 他说我为什么要抱歉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就是吓到 然后他们就 当然就有评论讲 就是说 可能在我们的教育当中 我们缺乏告诉孩子们 你对生命的一个尊重 就是你不谦虚 你而且 以及太过强调自我的一个情况之下 到最后的一个极端 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他只是纯粹在他的世界里面 看小说最重要 玩手机最重要 你阻挡了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我就跟你拼命 只要是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手段 对 来对待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过的情况 有些人就是 跟自己亲人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他会用一套 但是他突然他会 采用一套极端的 另外完全不能接受 他生平都不会用的这些手段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那些人是 跟我不相干 那林森浩 林森浩跟黄阳是同学啊 那他这个算是 对他这个不能算是不认识 对不对 他也是认识了 他就是这日常小事 我就现在就觉得 就上次李梅锦说的那个 甚至我就是你看这犯罪心理学家 最后都尊重告诫我们什么 说平常尽量少得罪人 你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你不依不留神 你不知道得罪他 你你你你像我们主持人要小心 你开玩笑 你觉得没什么 但有些人是不能你开这个玩笑的 我有时候很害怕 你不定是要把谁给冒犯了 你对吧 大家不是一个标准 对于这个 这个这种幽默或者玩笑 你这个林森浩不就是说吗 我我性格内向 你别给我嘴巴开玩笑 你以为是好笑 我回头捅了你 你就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 想一想生活中 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 太多了吧 就台湾就台湾 不是在台湾 就是说最常的 我常常发觉的是 那个你跟继承车司机的一个对话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也是 他就是跟女孩子 就是半夜跟继承车司机 就是你知道 香港机市第一次最喜欢 就是不在你 对吧 他开个第一次 他最喜欢不在你 哪里都不在 然后他就跟他翻脸 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半夜跟他翻脸 你怎么可以不在 我投诉你 我跟你讲 现在看到警察局 然后你知道 就吵起来 就是那人下车 把车停下来 那男孩子 一个老 他就唱话 就这样掐住他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天哪 他整个酒醒了 知道吗 警察来了以后 他就推了他一下 呼叫 到时候他还要上法院 天哪 他们就说那个 侯孝贤打车 跟司机下车打一顿 再上车 接着走 争论 坐在桌上 收到 跟你们 说 啦